嗨 下午常新聞的所有的朋友大家好 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祝福大家 虎年都能夠吉祥 虎年如意 虎年發大財 神婆啊 神婆 有這樣子耶 對 我有這個 蛤 我只知道我是 博明月母同姿媽媽 為什麼 台灣病気部 還有神婆 我知道應該我是 本身有靈異體質 會痛啊 第一 一定要就是 心存善念 充滿正能量 放一些招財的小物 錢幣 金幣 橘色的水晶 可以招金木水火土 然後一個元寶的形狀 然後再來聚寶盆 這個聚寶盆裡面呢 就是會有很多吉祥的東西 比如我到廟裡會去求一些招財水 會放進去 然後168塊的零錢 叫一路發 然後再來天珠也會放進去 水晶 對 這個都有 再來就是身上呢 會 我會帶了 五色的錢 各國的紙鈔都可以 顏色不一樣就好了 就招五方才的意思 放在你的皮夾裡面 常常會念財神走 王詹巴拉 然後以前呢 我很可愛的是有那種招財神的棋子啊 對我過年的時候我會從我家大門 一直從外面把財神叫進來 一直揮一直揮揮揮揮揮揮到 揮到頂樓 我是不是有點瘋了啊 財神啊 然後就 然後就 然後初一的時候去金山的財神廟 然後去採金 放在身上的一些東西可以請 財神也幫你加持 可以過爐 蛤 必做的儀式喔 就是去拜拜啊 蛤 通常我都會 水果餅乾 因為我就拜拜 一定要吃 所以你喜歡吃什麼 你就買什麼 恭敬的心 給神佛 然後感恩他們 然後求他們加持你保佑你 所以呢 你買的東西是 你自己可以帶回家吃平安的 像花粿啊 花拉 蘋果就平平安安啊 鳳梨就說翁翁來啊 翁翁來 齁這個都很重要 對 有人說買紅色包包會一直花錢 我個人也有這種感覺 因為我自從 買了一個紅色的包 跟皮夾之後 我覺得 我不斷的在買包包 哈哈哈 這是為什麼 哈哈哈 後來就說 欸 朋友跟我講說 欸 佳華姐 你說 買紅色的包 很容易花錢 但有的人不會啊 我覺得可能也要看自己啦 意志力 對 自己能不能控制 那我本來就是 就是 要有盡有出吧 所以就 要有你有出 所以齁 要給我對我們台灣的經濟 做一些貢獻 哈哈 台灣加油 哈哈哈 啊 啊 啊 有 啊 啊 啊 喔 啊